315七哥的这个诬陷门里面 司法部对于七哥的指控 他的整个逻辑是说是这样子的 郭文贵你们这些人 你们假灭共 争骗钱 所以呢 我就起诉你诈骗 这就是当时 整个315诬陷门 这个政府他指控的一个底层逻辑 司法部的起诉书里面就说 七哥他这些呢 所谓的反抗中共的运动 他并不是真正的灭共 他呢也不是一个真正的 对中国共产党的异议人士 他只是一个所谓的 对吧 他给他自己包装出来的 他只是一个所谓的异见者 他只是他身份 要去反抗中国共产党的运动 然后呢 他组织了所有的这些 法治基金 法治社会 也只是一个所谓非盈利组织 只是为了要吸引我们这些支持者 参与他所谓的异见运动 所有的一切都是所谓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这是整个政府当时给到七哥的概念 就有点像他的意思是说 七哥他开了一个皮包空壳公司 假模假式的假装说我要灭供 所以说呢 我就在网上来直播 然后吸引了一群信徒 然后我可以骗他们的钱 所以呢 被我司法部发现了 我就可以来起诉你诈骗 这是整个司法部他起诉的逻辑 那么我们Motion 170 要干的事情是什么 他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在灭供 而当我去说 我真的在灭供 我可以证明 我真的在灭供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你这个假灭供 起诉我的这个 所有的底层逻辑 就给釜底抽薪 那我怎么来证明说 我们是真的在灭供呢 证据之一就是通过这个Operation Forks 猎狐行动来证明 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对于我所有的迫害 对于七哥的迫害 七哥家人 然后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 所有的这些 包括我们的G系列的这种迫害 所有的这些猎狐行动 就可以证明说 我们是真的在灭供 就可以很好地去驳斥掉 说你说我是假灭供的 这样一个事情 因为你是政府 根据美国法律里面 有一个叫做布兰迪法案 布兰迪法案就是说 政府它有义务 有责任 它必须要去提供 以及帮忙寻找 可以证明我无罪的所有证据 因为是他自己提出来了 我是假灭供 那么我现在要去驳斥掉它 我就要论证 我是真灭供 那么你就必须要依据布兰迪法案 向我提供很多 可以证明我无罪的 猎狐行动证据 也就是说 你政府现在就有责任 有义务 要向我提供非常多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美国境内 来伤害我 污蔑我 诽谤我 所有的这些证据 在这个Motion 170发出之前 又来了一个更加的神来之笔 就是旧金山的这APAC峰会 那就更精彩了 习近平他本人在这个旧金山APAC峰会之前 他本人亲自要求 他说我不愿意看见新中国联邦 我不愿意听见新中国联邦 不允许任何代表团提到新中国联邦 否则我立刻离场 这是他习近平本人亲自证明的 别的所有的这些名运啊什么的 我都不在乎 我习近平唯一在乎的 唯一害怕的就是新中国联邦 这就是习近平他本人 在我们Motion 170正式要发出之前 他一个神来之笔亲自为我们证明 是做了一个背书 在Steve Winn的司法文件里面说 习近平当时进到马阿拉格 见到川普总统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希望遣返郭文贵 遣返郭文贵是对我习近平最重要的事情 2017年的时候习近平他只是害怕郭文贵一个人 几年之后到了2023年 他习近平害怕恐惧 不愿意听见不愿意看见的 是我们整个新中国联邦 我们所有的战友 凝聚在一起的新中国联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